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一句話就是平常心事看待 得失不要太在意 感覺好像在異國喔 對啊 只有兩個人 這什麼秘境嗎 小童林秘境的感覺 裡面都有自己的湯 而且還有一個天然裸湯 這樣子就會恢復很快 然後如果你明天還有興致的話 早一點 後面住一個學家 白天啊你可以在那麼高的地方 去補看日月潭 我覺得是很少有地方可以這樣看的 一個日月潭就已經讓我覺得 好像有可能是在國外的這種感覺 睡覺也蠻趕快的 等一下 哦哦 好 好 好 上一集 两位单车网美 带我们骑过半个日语坛 甚至终于能目睹 这个被誉为全世界 十大最美的单车道 而在观景台 巧遇的车友 不但分享了日语坛 最梦幻的住宿 暖身又暖心的温泉 更是让妹妹们 跑到脸红心跳 而众所瞩目的 米其林三星美食菜色 更是在这集独家曝光 另外日语坛里 鲜为人知的秘境单车道 这感觉很像 骑着骑着恐龙 就会跑出来的感觉 已经天塌下来 都想不到的意外 报笑又报CP的内容 就跟着这两位青春无敌 一起看下去吧 看过去窗外就是湖 那个美景真的是 就真的觉得 这是五星级的酒店 它整个是一条通道 这是通道阳台 然后我可以坐在浴缸里面 然后看着湖面的景色 我觉得很特别 我们的温泉池以外 在自己的房间其实也可以跑 真的觉得很棒 更棒了还有这儿 好 欢迎订阅 这是你要的枕头车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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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住一个选择 有26种枕头 供客人来选择 因为其实我们是来度假的 我们一定要睡得好 好 他们的客人间隙一枕 好多喔 我想要睡那种可以让我放心的一枕 我还想要放一枕 你弹力虚啊 它里面的弹力 然后它拖的重 然后你这样子支撑它 嗯 我觉得那个枕头车吹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超酷的啊 就是每一颗都很想弹弹看 可是就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只选了几颗摸一下触感而已 就如果有机会的话 下一次可能可以再选个别几颗 来试试看 饭店免费的枕头车服务行之有年 但大部分的人都跟我一样 害羞内向不好意思 嗯 所以很多人就算知道 但都没有试过这项服务 大姐说 除了大人 连适合小孩的枕头都有 旅行来就是要来好好放松 睡得好 对着枕头 可真不能少 下次入住 就勇敢拿起话筒试试看吧 如果你是喜欢拍照 喜欢打卡的女生 我就会很推荐你来Galong 这里所有的地方 随便拍随便美 因为其实日月潭是 从小 台湾人一定都会来的一个旅游景点 可以在那么高的地方去俯瞰日月潭 我觉得是很少有地方可以这样看的 很多人会在这边求婚 对我觉得 这应该是一求就会中的地方 想婚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才第一次来就想婚了 这Sky Lounge的魔力也太大了吧 除了让人想婚的风景与气氛 这也餐饮水准更是高得吓人 尤其这一季早餐的青菜色 指向旅行可是独家曝光 它真的完全不像早餐啊 就是根本就是精致到像晚餐一样了 他们的早餐是超级美的耶 就是很像你在欧洲吃晚餐那种感觉 全部都是酒杯 然后沙拉刀啊这样拍拍拍拍 然后杯子好像一个人两三个吧 很漂亮 一份早餐原价一千两百八十元 住客每人只要加价八百八十元 就可以从Buffet升门到Sky Lounge 日月潭饭店最高的秘境 搭配高CP早餐 Perfect 吃饱睡好泡汤泡满之后 当然要来湖边活动一下筋骨 日月潭单车道 除了被CNN誉为全世界十大最美的象山段之外 另一处环湖东线上 玩如世外桃源的隐藏版 更是值得来探索一番 但要起入密集班的地方 也没那么简单 必须要先从环湖一号隧道旁的小径切入 一旦错过进到隧道里面 那你就下课了 走对了就会经过一段狭窄的狮子行上坡 这个时候电动辅助车e-bike 就发挥极致的作用 不过还来不及洋洋得意的时候 紧接来的就是必须牵引的下坡古道 是有点重 可是就想到说它可以帮我省力 所以就觉得这困扰不算什么 就觉得想到就觉得还好 好 因为这一段 所以月潭单车道 被车友视为环湾中最挑战的一段 不过只要撑过牵引坡 接下来宛如与世隔绝的宁静 就是专属于你了 感觉好像在异国 对啊 还有两个人 这个湖水都是蓝色的 好漂亮 这样骑下很舒服 对 这边舒服了 然后左边一大片湖 谈谈谈是日月潭 右边是森林 这里很漂亮 这里这里 这边很适合拍照 这边很适合当我们 对 真的 这样拍得到我们 对 我们就是 而且重点是骑起来 就是刚开以后很久 对 看起来好像还好 真的要骑起来好舒服 这边的树林也很美 这边就是月牙湾 来唱个歌好了 OK 开始 是谁当心啊 好的 盼盼 乖 先先不要 我们就美美的骑车好 好吗 越南段全长约3.4公里 顺时针环虎的话 终点刚好是可以跟象山段 先接的象山游客中心 比较深刻的是象山游客中心 可能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吧 虽然它在网路上 已经就是很有名很久了 可是就是我在IG上面 就看过很多它的美照 所以对它一直很有那个憧憬 然后就是一直很想去看一下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全部都是清水模 觉得说 哇 怎么可以这么壮观 然后它的所有地方 都是流线型去呈现 就觉得非常的享受 象山游客中心 不仅可以连接秘境的月潭段 也是象山段通往水上单车道的起点 当我们再次感受 全球十大最美单车道的同时 这集也跟好莱坞剧本一样 看似顺顺利利 换天喜庆的同时 总要来点小意外 360会录音吗 会啊 真的喔 360一定会收音的 会 这一段也蛮赶快的 这场 这场是一无烙烈的 喔喔 真的 那怎么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拍耶 这还不是可以拍朱铃 哈哈哈哈 他搞笑了 又有一个人烙烈了 上次破胎 这次烙烈 VICK 他烙烈了 对 就会把这张车子拉到 那我都可以直接踩 那我勾到铺子 拿到铺子 好 好 好 过去了 车外游玩 难免有遇到小插曲 但有专业技师陪伴 可不是我们采访限定 如果想玩得更安心 其实饭店跟单车业者 共同推出的 风 起 云 游 时速 环虎专案 不仅有补给车 随身贴心照顾 琳琅满目的补给品 更是应有尽有 最重要的是 SKYLUNGE早餐免费身等外 米其林三星晚餐 也吃得到 全台唯一 连续三年 摘下米其林三星主厨的 陈伟强师傅 又称 神话一除 但在詹希的前一刻 不但愿意接受本节目采访 回答根本就是 摔残众生 我还是一句话就是 平常心思看待 得失不要太加益 他高傲 但宅心仁厚厚 严密专注人生 让摄影机 都会发抖 拿锅盏的手 变出满桌的神奇料理 但有时 也会转化成 无声指导的强强 我今天做两个菜 是比较简单 动作很快的 在家里 妈妈的可以做给小儿子吃 加大沙的话 因为我外面是沾面包粉 油温不要太强 但是那个沙子也不能太熟 太熟的话就过熟的话 沙子的甜味就没有 而且会老掉 不好吃 所以都是炸的走翻熟 那卷起来 隔时间我就把它起来了 米其林心急的距离感 因为家常菜为主题 而拉近的距离 每一口吃下去 都有着感觉 妈妈在身边的食感 天天单人套餐 午时的美味 等着你来亲自品尝 好 很有气氛的一个地方 晚上的时候 往上看就是满天星星 很漂亮 就开始在找自己的星座 会很推吗 会啊 就是来度假的人 然后晚上睡前去楼上走一走 走一走 回答的那么心虚 是因为我们小慧伦妹 根本就一口醉啊 虽然连记者听到都想笑 不过这里光害少 天气好的时候 晚上想浪漫一下 还真的可以来这走走 要是云辰太厚 同场加印 季节限定的琉璃燕景 金龙山 虽然琉璃云海 可遇不可求 来旅行嘛 拼的就是一种 与经典的缘分哦 我住台中 没有想到说 原来离我们车程 大概一个小时的地方 南头就有这么 愜意 让人家这么放松的地方 就一个日月坛 让我觉得 我好像有可能是在国外 那种感觉 Staycation 宅旅游的崛起 让你不用再未出国哦 台湾景点本身就是世界级 不论是单身还是情侣 闺蜜或是碧驴 日月坛的美 一直等着你 和其他人的际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